最近美国股市跌 台北股市下跌 护国神山群全部都受累 但是护国神山东的台积电 将在1月18号召开法说会 就是疫情之后首度重新回归实体法说 而法说会内容备受关注包含什么 2024年半导体展望 以及刘德英董事长 他在退休之前的周一祥法说会 动向如何 接班状况如何 大家都很关心 据传刘德英退休 是对美国的无声抗议 我想问昌星哥 会不会就此改变台积电 对美国投资的进度还有方向呢 我想态度不会改变 但是进度可能生变 为什么 就是钱给得太慢 而且不到位 大家知道其实在2022年底 基本上刘德英当时跟拜登 几个巨头 在亚历桑那儿 风风光光的剪彩 而且他说怎么样 我要加大投资 不然他投资120亿 他投资了400多亿 把他吹下去 结果怎么样 到了2023年底 抱歉 美国卡关钱都没落 人家都去 设备都加下去了 先进士也去了 设备场去了 可是你补助就下不来 所以这样子 其实就让台积电 开始打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 对比到不同的国家 亚洲的日本 钱下去了 雄本厂一年一盖再盖 进度大超前 进度超前 而且怎么样 可能要开到北陆去 可能很多地方都要什么 都要陆续的扩敞 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说 美国政府你本来是要求我去的 你要求我去要给我补助 可是现在补贴拖拖拉拉 这个时候台积电就会想说 那么怎么样 可能这个策略就要做一些转变 对 这个策略的转变 我认为还是一样会在美国设备 因为这个钱头已经洗下去了 只是你补助不到位 我的速度 我就不会在这边加紧赶工 只好怎么样 回过头来在什么 在日本加速一个前进 所以外资其实在这段期间 对于台积电的评价 就是怎么样 想给你打高分吗 可是你美国炒又投不下去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 本来说资本支出 可能在24年本来要调高 后来要调低 现在可能维持不变的状况下 大家就会认为说 台积电在2024年 有没有机会再下一层 那外资其实就先就来送暖的来 其实在这个18号要举开这个法说会 那法会之前其实几家一支 都把平等目标价 往上调高了一些 清一色七字头 对 都是七字头 那这个七字头我觉得 其实官方朋友也见怪不怪 看起来七字头 怎么等了一年都还没看到 连六字头都没看到 对 我没看到 我跟大家讲其实是这样子 外资它一定会有它的目标价 可是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心中的一把尺 很简单一把尺就是 台积电现在的价格 假设是580上下 其实算起来就是32块 乘以18倍的本益比 这就是基本盘 那这个基本盘在今年来说 没有太大的惊喜也没有意外 好了 那我们就想了 到底哪一个会先动 很多人说这个本益比 会往上拉升 我先跟大家报告 本益比现在就是估值来说 在美国的估值也算是高 台积的估值也是高 所以你要估值继续往上拉升 很简单一个重点就是怎样 美股继续冲 这些所谓的七巨头继续冲 本益比继续拉 台积估值就被拉上去了 这就有可能 所以这一次1月开始 1月2号开始连跌两天 就是怎样 美国本益比往下跌 台积的估值就被带下来了 你说那估值带下来 那没关系嘛 那很简单 我把什么 我的获利往上提升 对啊 因为2020年的共识 就是一定会比32块还要多 对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假设台积现在有一个 比较大的利多就是 现在的配股配息 每一季如果到3.5块 甚至反预估到了2026年 全年度配起来 可以配到26块左右 那除下来可能怎么样 从3.5一直配... 配到可能快7块左右 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怎么样 台积电的什么 获利往上升 你一定获利往上升 你才能配出来 所以估起来今年如果可以到 35块左右的话 乘起来可能就到什么 650上下 我认为今年度台积电的空间 大概就在这边 所以第一个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买台积电 我认为你要先了解 台积电的空间 可是台积电 有没有相关的利多呢 我认为还是有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三奈米 其实说老实话 大家都笑台积电 你做三奈米 你带一个客户 就是什么 就是Apple 我认为2024年台积电 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什么 可能到2024的年底 三奈米的产能可以到达八成 我认为它就怎么样 它就可以到现在来说 我做出来的东西 不像对手没人买 我做出来的东西有人买 客户很多 对 客户很多 这几个客户都是喊得出名声的 包含骁龙 三奈米客户高通 骁龙的8G4 你看8G4 这已经建在悬上了 这一定会出的 然后还有什么 天机 天机现在就很轻的 天机9300要到天机9400 所以联发科也挺 当然同一个国家的 就要挺我们天机9400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 还有最大的黑马就是什么 在于AMD 其实AMD以前在所谓的 台积电工业里面 算是小咖的 占比比较小的 他现在ZEN5的CPU 他要跟什么 跟AMDIA积蓄直追 所以他说怎么样 我要超前进度 所以怎么样 我要用3奈米 所以这个就怎么样 后来居上 那当然AMDIA就不用说了 他本来怎么样 我说什么5奈米 3奈米 然后怎么样 要用最新的什么 Blackwell的伺服器 所以话说回来 大家都在讲 其实这几天 7巨头里面叠的最多是苹果 苹果跌台电可能跌 苹果被这个大咖给唱 所以说你iPhone16会卖很烂 然后说跌价的空间 可能苹果股价有17%的跌幅 但是我觉得假设这四大科技类股 都能挺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的股价我认为跌下来之后 外资现在叫做被动式的卖超 卖完之后 假设新台币不再贬值 就有机会怎么样 台积电直误 那就有一个向上的空间 那目标价 我认为如果本益比乘一层 就先看650块了 是今年的目标 可是我觉得台积电现在 除了现在自己的三奈米之外 更认得他精心热到就是他的人事 对 人事令 对 那的人事令里面 其实包含我们看到的 刘德英要退休 对 那这个退休就被传出来 这个退休有可能叫做策略性的退休 策略性的退休 对 我们一开始讲 其实2022年基本上风风光光的 拍板盯上就是刘德英嘛 去美国设厂 而且我认为刘德英 他要背负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责任是 美国叫你去没有关系 可是你是怎么样 加速 然后我还有什么 投更多 那基本上 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决策 那你就有成绩开出来嘛 不好意思 也没开出来 对 而且 那也不是他的问题啊 是美国拖拖拉拉 对 但是 你也知道 在企业就是这样嘛 总是有个人出来 我觉得第一个叫负责任 第二个是反过来告诉美国说 如果你现在不把所谓的亚利桑拉做当一回事 你就叫我去设厂 可是你钱都没有拨下来 我也没有办法进度超前的话 不好意思 我已经折损了 我折损了原大将 这么重要的人 对 那这个大将 那当然现在是先裸退退下来嘛 对不对 后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转环 其实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因为说实在的 刘德英他也没有做得不好 只是在美国卡关热设计上面 但是大家就传出来了 因为今年有非常有可能会出现 台积电的董事会改组 那这个改组里面就有可能 由何丽梅来逮捕这样的董事的职缺 这是钱财务长 对 那钱财务长嘛 那包含现在是资深的 我们说的这个人力资源部的副总裁 那他也当过业务 所以他现在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像这个我们说的何丽梅 都在什么 都在法说会的时候 对 法说会上面做四个人 有一个位置已经是他的 对 然后Morris就是资深的 就坐他旁边 对 那时候 如果问英文 还是问什么才会有问题 他就叫何丽梅回答 所以表示说 其实你去看台积电的网站里面 他也是第三套人物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现在何丽梅 有没有机会接替 这个刘德英的位置 然后进入董事会 那董事会说 我觉得这个大家有时候 都是过度才子 就是你一定要先进入董事会 才有机会再变成是总心理 甚至于说下一任的 这个所谓的总裁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台积电今年在这个 我们说年终的 这个所谓的董事会改选 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部分 那大家很好奇 1月17号的法说会上面 一定超级多人问 美国的投资策略 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重点在这里 晶片法案的补助 也就是说 美国产的量产时间 所以今年度其实我认为 让大家比较失望的是 除非能够有转还 说老实话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美国现在正要选举 在选举的过程中 可能在两党在 这个所谓的博弈的过程中 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款项拨下来 有可能延宕 但是如果延宕的话 如果美国产 美国的量产时间到了2025年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 美国就不是今年台积电 关注的重点 对 那他就会移到什么 移到亚洲来 或甚至欧洲 就是欧洲 所以德国不是也在谈吗 那这个时候 美国这一块就等于什么 Pending住了 好 那这个台积电 发展先进制程角度 不会因为美国的补助 没下文就此言大 它会往日本靠近 往欧洲靠近 欧洲跟日本像德国 这补助来得又急又快 那也对于它未来的扩厂 不管是先进制程 或先进封装 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但是我想从股价来做观察 今天上京哥给大家提供的 是台积电供应链的状况 为什么现在大家 可以来留意这一块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很多人都说 我看好台积电 就是直接买台积电 那我就跟大家讲 本益笔就放在那里 赚的EPS就在那边 所以它的空间 有没有 有 可是不大 但是其实大家 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台积电的设备厂 或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有没有机会 我再次强调 如果三奈米 如果COAS是要做的话 那基本上 如果今年下半年产能够到80% 那这样的话 几个供应链就跟上来 包含你说在日本 你说美国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在建厂的相对的 那它的这个进度就落后 可是如果在日本厂有的话 那就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我举三个 包含汉唐 信鸿科跟樊轩的 他是做所谓的 帮台积电做所谓的设厂的 所以无程式 厂务 还有制程的规划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单元云收都往上走 那如果是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包含采域 中砂跟万润 那万润我们之前提过 那其实我们看到 它的营收看起来也不差 而且都有什么 都有获利进来 表示说怎么样 在现在半导体复苏的状况 你就关注两个重点 一定要是做产物的 帮台积电盖厂的 你说像最近信鸿科很强 我先跟大家讲 筹码它其实是偏多的 也什么 股价创高 那股价创高 股价创高一定有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就是这样 获利已经什么 创新高了 获利单季获利已经创高了 而且在第四季 应该还有机会再创高 第四季会更高 对 因为毛利已经 连续三季毛利都往上拉 那就很明显了 对 很明显 那你说股价有没有拉 有要有拉 可是怎么样 相对来说便宜 台积电设备厂里面 很少看到100多块的 相对比较便宜 这是所谓信鸿科的部分 最后我们看到 如果相关的说供应链来说 我认为也是要找赚钱的 那中砂是做钻石碟的 可是对于所谓的 我们做的金贝供电来说 3奈米的 它现在要跟什么 Intel拼 所以中砂就怎么样 3奈米的耗材 跟2奈米的金贝供电技术 中砂也提供 就是背面供电技术 对 金贝供电 能省什么 能省这个所谓的能源能耗 那各位可以看到 即使单季的UPS 也创短线的新高 那整体来说 最近发动得比较慢 可是怎么样 筹码比较稳定 法人也在买 所以我认为 一 要么你买它的这个 所谓的相关的设备厂 二 要么买相关的供应链 都可以当作台积电以外的选择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经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